我們基隆長根從2018年開始在基隆市安樂區推動健康組織的計畫 那每一年都有新的醫院的社區願意加入我們 安樂區25個年 今年就是有18個例月又加進來 那硬根社區今年是第一年 就很感謝請醫院跟嘉莉姐這邊願意承接這樣的業務 我們每個月都會有護理師來社區一次幫民眾做血壓血糖量測跟衛教 我們就照顧社區的健康 那今天就適逢是重陽節的活動 我們把親子的活動綁在一起 就希望大人小孩可以一起來共襄盛舉 然後小朋友的部分我們還特別就是找了牙醫師來幫他們做口腔的篩檢 那希望就是成人跟小孩的健康我們醫院都可以照顧到 今天也是教掌重陽節的前夕 我們硬根社區發展協會還有跟長根醫院合作 健康守護的一個工作活動 那因為我們想為了擴大這個效能 我們今天到今天的國小來舉辦 希望說這個活動能帶給大家一個彼此的一個所謂基本的檢驗 還有就是小朋友的一個樂趣 所以我們今天裡面有除了血糖血壓 還有小朋友磁推檢查以外呢 還有所謂的垂球體驗 還有那個摺紙的趣味 然後還有精油的老師的現場的焦點 讓大家了解精油的什麼製作以及它的功能 未來 它味道很香 它是用蘋果香去弄的 可以自己做一瓶帶回去 這個活動真不錯 除了可以帶爸爸媽媽來跟小朋友一起來玩也很好 這場老中青三代一起參與的重陽節活動 集合各單位的力量 在建的國小溫馨登場 不只凝聚家庭的情感 也一起守護彼此的健康 記者蔡小君採訪報導